美国前谈判代表称 中共高层有人讳促协议达成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国一位前高级贸易代表称 尽管最近遭遇挫折 但美中贸易谈判已取得巨大进展 最终将达成协议 今年4月卸任的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格莱特·威廉姆斯表示 中国的领导层中包括这样一些人 美国认为这些人有望引导中国 制定更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 从而为贸易协议的达成打下基础 威廉姆斯周二在东京举办的 华尔街日报CEO大会上通过视频连线说 我们相信中国有一支希望改变现状的强大的改革队伍 美国和中国最近采取的相互加征关税的举措 使得达成贸易协议的时间变得更加不确定 威廉姆斯称在今年6月举行的东京20国集团会议上 可能还无法达成协议 但他称双方为达成协议将继续进行密集的谈判 威廉姆斯称考虑到如果这些问题不得到解决 10年后美国经济将陷入何种处境 美国总统的态度将坚定不移 华尔街日报称 曾任川普贸易事务特别助理的威廉姆斯 呼吁商业领袖就他们在中国面临的 强制性技术转让等问题发生 以帮助他们施加政治压力 促使双方达成一份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贸易协议 威廉姆斯也对美国与日本达成贸易协议持乐观态度 他称川普推迟 就是否对日本和其他国家加征汽车关税做出决定 这表明川普希望与东京方面达成协议 美国驻日本大使威廉哈格蒂在会议上表示 美国和日本的高级贸易代表可能会在数月内达成协议 川普将于本周晚些时候抵达东京 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 届时贸易和安全问题将被列入议程 中国年底前会低头 川普将赢得贸易战 请看报道 被提名为联准会理事 但因面临丑闻报道而宣布退出的保守派经济学家摩尔预测 在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战中最终获胜的将是川普总统 他更认为与中国的贸易战是时代的史诗级战役 也是一场新冷战 川普对中国的反击是正确的 他说我认为中国到今年底将会妥协 他们低估了川普 届时美国将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 从而结束中国强加给我们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他说中国窃取美国企业的技术和从事不公平的贸易 是试图颠覆美国在全球的经济领导地位 就像川普总统说的 中国不再是一个穷国 不再是第三世界国家 而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必须遵守规则 摩尔表示 中国反悔承诺是对美国2020年的选举下注 他们认为如果是民主党总统胜选 对中国将不会像川普一样蛮横 在中国反悔贸易协议的最初承诺后 川普宣布把中国2000亿元进口商品的关税 从10%提高到25% 但川普对中国产品加税 中国将为他们的赌注付出经济代价 习近平看了一眼 中国稀土变疯狂 肋骨集体分红 请看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前往江西干州 视察一家稀土企业经历泳词后 激励中国稀土肋骨连续两天 集体狂飙 在香港上市的中国稀土 21日盘中更一度大涨近130% 截至收盘涨幅仍高达108% 由于稀土俨然已成为贸易战中 中国对抗美国的利器 周二包括金利永辞在内 多档稀土肋骨连续第二天强势攻上涨停 当天涨停的稀土个股也达到近20岛 新加坡媒体联合早报当地时间5月21日报道 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到江西考察的第一站 就去了解稀土产业发展情况 表明他对稀土资源十分重视 中国是稀土出口大国 美国等国家对中国稀土出口依赖性较大 如果中美贸易战继续恶化 不排除中方以限制稀土对美国出口作为反击手段 中国是稀土出口大国 在美国重启贸易战的近期 稀土被视为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战的有力武器 习近平考察稀土产业发展情况 释放中国可能在必要时动用稀土这个武器的信息 稀土是芯片等高科技产品的重要原料 中国稀土储量在世界名列前茅 美国虽然也有比较丰富的稀土资源 但并未开采 而是选择从中国进口 5月17日 美国公布了对进口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清单 稀土却不在加征关税之列 表明美国希望继续从中国进口稀土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认为 稀土是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战的一张小王牌 中国的稀土产量占全世界的95% 是垄断性的 中国如果彻底禁止稀土向美国出口 美国很多东西造都造不出来 会迫使美国开采自己的稀土 但这不是马上就见效的 需求量太大了 开采量满足需求要好几年的时间 但在20日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问道据了解中国领导人今天在江西考察 并且调研了当地稀土产业发展的情况 在中美经贸摩擦的背景下 中方领导考察调研稀土产业对外传递了什么信息 中国是否会考虑通过限制稀土出口来反制美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 中国领导人在国内考察并调研相关产业政策很正常 希望大家不要做过多的联想 至于你谈到中美经贸关系 我已经说过 中美经贸关系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众号侠客岛指出 在高科技产业和国防工业中 稀土是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 小到手机屏幕 相机镜片 大到雷射光纤通信 医疗或成影设备 制造飞机的高强度基础等 其生产过程都有稀土的身影 至于高科技武器 如战斗机 导弹 雷达 潜艇等 稀土材料则常常处于生产过程中的核心部位 文章称 作为一种战略资源 稀土产业对中国来说具有特殊意义 中国的稀土资源 在储量上位列世界第一 在稀土开采分离技术方面 也是国际绝对领先 2016年2月 美国政府问责局发布的一份报告就指出 美国可能需要15年 才能重建国内稀土供应链 侠客岛因此 有意所指表示 和芯片产业一样 稀土产业也不能很快建立 尽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 在被问到习近平视察稀土产业是否有意对外传递什么讯息时 希望大家不要做过多联想 但中国券商中信建设分析师黄文涛不会言 稀土被作为应对贸易摩擦的反制手段之一 为供应消息一面 带来利好 正是近日稀土肋骨狂涨的主因 任正非向党表态 千万不能煽情 别打民粹主义牌 请看报道 中国通讯设备巨头华为集团创办人任正非 5月21日高调接受中国央视记者采访 指其5G网络绝对不会受到影响 又认为美国政客目前的做法低估华为的力量 有评论称任正非的话是说给党听的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既接受西方媒体采访之后 华为集团创始人任正非 本周二在深圳总部以座谈会行时 接受中国央视等媒体采访 批评美国排斥华为的做法 任正非说 该集团在多年前就受到美国管制 他认为美国政客目前的做法低估了华为的力量 他说华为在供应领域没有困难 至少5G是绝对不会受到影响 而且不仅不影响 别人两三年内肯定追不上华为 我们不会去排斥美国去狭隘的自我成长 我们还是要共同成长 但是如果真的出现供应上的困难时 我们有所有的高端芯片 对于互联网公司Google暂停与华为合作的传闻 任正非称Google是一间高度负责任的好公司 双方正在讨论应对方案 他称华为与欧洲沟通密切 欧洲不会跟着美国走 他又呼吁支持华为的人 不要煽动民族情绪急乱叫口号 他说不能认同爱华为就要用华为手机 如果认为不买华为就是不爱国 那我们的孩子就是不爱国了 因为他们也用苹果产品 千万不能煽情 不能使用民粹主义这种东西 美国商务部宣布暂时放宽 对华为的禁令90天 在此期间 允许华为及68家关联公司 购买美国产品 以维持现有客户服务 任正非回应说 暂时放宽禁令对他们没有多大意义 并已经做好准备 任正非在接受采访中 谈话内容涉及个人家庭 公司规模 国内市场采购及技术发展等 并强调华为有备胎计划 有能力继续发展 关注华为事件 并且从事科技行业的马强说 首先我觉得任正非说的备胎 没有太大的可能性 谷歌不再与华为合作了 但他有另一个开源系统 他在这个开源系统上开放安卓 尽管他不能用谷歌的相关系统 但是他仍然可以用开源的安卓系统 并进行改革 中国西北地区 一位从事科技发展工作的官员说 任正非近来频频露面 不像是一个普通商人的表白 明显是出于官方的政治需要 他们动用了惯用的舆论机器造势 我们的问题关键在于不知道怎么去藏桌 藏桌说透了就是偷光养晦 有人今天早上还在问我一个问题 你拿出还手一击 有没有办法封杀苹果 我说没有 因为苹果的所有技术不是来自中国 吃身手饭的人就不要假装自己是贵族 据来自华为员工的消息称 因受到外界因素影响 华为将辞退一部分员工 一位不愿公开具体职务和姓名的人士说 不是说裁员吗 你看新闻吧 据公开资料显示 华为集团有超过18万员工 其最大股东是官方中华全国总工会 5月21日 任正非发表了对裁员以及公司张成的观点 他说万不得已才裁员 但要让这些员工有出路 一位体制内人士说 任正非对央视的表白 除了继续寻求民众支持 更重要的是公开对中央政府表白 任正非按照他现在的处境 他讲这些话还是讲给党听的 讲给能控制他的人听的 这层意思比较多 孟晚舟事件刚出来的时候 在深圳华为总部采访他 我就感觉任正非这个人有点脾气 他讲话内容很散 什么都有说 不会是很有主题 就是你怎么听怎么理解都行 面对美国停止供应芯片 任正非表示 华为能够自行生产 不会孤立于世界 他又说 华为在5G技术方面的发展 别人两三年内肯定追不上 于成东说 华为自主系统金秋面市兼容安卓和外部应用 请看报道 5月21日华为总裁任正非在华为总部接受采访时表示 华为的操作系统会做已经做了 在群访谈中 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成东进一步透露 最快今年秋天最晚明年春天 华为的操作系统将可能面世 余成东指出 华为愿意继续使用谷歌和微软 但没有办法被逼上梁山 赛翁失马 胭脂非福 余成东还表示 华为操作系统打通了手机电脑平板电视汽车智能穿戴 统一成一个操作系统 兼容全部安卓应用和所有外部应用 如果安卓应用重新编译 在华为操作系统上运行性能提升超过60% 华为操作系统是面向下一代技术而设计的操作系统 华为确实没那么强大 科技业者告诉你 关键 请看报道 华为总裁任正非上周六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 明确表示 美国不出售芯片给华为 而华为已经做好准备 任正非称会透过子公司 海思半导体等设计公司 自我研发必要的零件及技术 任正非扬言说 有脱离对美国公司依赖的决心 但实际上是否可行呢 有中国科技界人士并不那么乐观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周一20日 中国不少科技界人士先后在网络上发表文章 质疑华为是否真的能够摆脱对美国科技公司的依赖 研发国产芯片 很多人的结论是 华为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强大 但所有这类文章到中午的时候已经被删除 其中一名作者叫刘翔 自称在高科技芯片界工作了十多年 他在文章中说 假如美国完全实施禁售 今天的华为和去年中兴的处境完全没有分别 华为的生产线必然会瘫痪 他说华为的主要能力在于装配 说直白点就是使用芯片做装配工作 华为掌握的技术就像婴幼儿的压压血雨 即使华为子公司海思声称可以取代美国供应商的研发能力 也只是被过分高估 他指出 华为声称自主研制的麒麟芯片 在手机内的用途其实非常有限 它的运作基本上要求外国公司的授权基础 要追上美国公司水平仍然要走很漫长的道路 而就算华为可以生产一流芯片 仍需要EDA软件技术确保芯片高效运作 但这种软件技术目前几乎被美国公司垄断 最后刘翔指出 华为声称发展5G技术 但其实最关键的核心基带芯片 一直以来都是由美国高通公司生产或是授权生产 就连苹果手机几年前也计划用英特尔芯片取代 但最终无功而返 更要向高通缴付巨额专利费用和罚款 而英特尔虽然已投入了130亿美元研发资金 但最后也得全身而退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科技公司从业人员表示 华为根本无能力绕过美国科技公司的依赖 华为旗下半导体公司他们所量产的晶片 像麒麟晶片这些其实都是比较中低端的晶片 只能满足华为整个供应量的部分需求 因为最核心的技术最核心的晶片 始终没法绕过美国的公司或者美国的技术 这位业内人士又透露 现在在珠江三角洲的高科技公司对前景相当悲观 超过一半已准备退出市场 唯一受贿的就是替华为或中兴生产低端芯片的科技企业 川普围歼华为是严重失算 请看报道 美国川普政府全面围剿华为 但美国财经媒体却认为 禁止华为参与美国5G建设可以理解 但不用打趴华为 因为此举损人不利己 川普对华为的攻势可谓严重失算 中央社引述彭博社论指出 美国商务部将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及其70家附属事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 美国企业需要向政府取得执照 才能与华为做生意 华为手机与网络设备均仰赖美国零组件 美国政府此举有如寄出核弹 恐让华为协议 社论指出美国此举将是严重错误 一是这会造成年代损害 包括华为的美国供应商在内 全球各地其他无辜企业将失去生意 供应链受阻并带来可观新成本 以不愿配合美国拒用华为设备的 盟邦韩怨被逼到墙角 中国则只会加速让先进科技国产化 更糟的是浙江不利催生美中贸易协议 双方关系紧张故难以避免 但健全的贸易关系理论上可受稳定效果 提醒双方合则两立也有助巩固票仓 选民期盼和平而不是战争 反之如此赤裸裸锁定华为 只会让中国领导阶层内 以少的温和派越发边缘化 助长鹰派 中国民众的想法只会是 美国纯粹打压他们的经济前景 华尔街日报也刊出经济学家 吉尔德的文章 华为是资产不是威胁 吉尔德指出 美国国内一些焦虑的专家 与敌视中国的人找出一堆借口 说华为创办人任正非是前解放军军官 创造出华为当作中共骇客 与间谍的特洛伊木马 批评华为是靠大量补贴 与掠夺材质来崛起 但吉尔德认为任正非与军方渊源 不过就跟许多中国年轻人一样 是家常便饭 且任正非多聚焦于工程 任正非也开启中国先河 成立国内第一家完全的私人公司 率先引入美式员工持股形式 替华为做审计的独立会计事务所 安侯建业也说 华为挤无重大国家补贴 确认公司为私人所有权结构 98.6%的股份属员工 此外任正非还是美式开放思想的拥护者 认为中国太封闭 此外当2003年1月 美国私科对华为发起诉讼战 指控华为抄袭私科的软体码及侵犯多项专利 任正非信任美国法律体系 派律师岳阳赴美打官司 最后双方和解 此后华为机身电信产业重要推动者 华为近年付给高通授权费用超过10亿美元 去年又向英特尔及博通等美国企业采购 价值110亿美元的晶片 吉尔德认为 华为非但不是个问题 反而是美国重新活化经济 与强化数位基础建设的机会 美国应拥抱华为 以代表美国为首体制的胜利 而非把华为赶向中国国内做着自力更生美梦的强硬派怀抱 美国下手华为是间谍嫌疑还是霸主之争 德国信息安全专家认为 美国政府对华为下手并不是因为莫须有的间谍问题 而是因为华为代表的中国产业界正在挑战美国的科技霸主地位 在这一过程中全球的IT界都将受到损害 据德国之商中文网报道 本周二美国政府暂时放宽了针对华为的禁令 但是围绕这家中国科技厂商的喧嚣远没有平息 柏林智库新责任基金会的网络安全问题专家 克莱恩·汉斯在接受德意志广播电台 晨间节目采访时指出 美国政府上周将华为及其子公司列入实体清单 使得美国企业无法在没有政府授权的情况下 与华为进行任何生意 所以说谷歌对华为今后生产的新手机断供 只是遵守了美国政府的指令 克莱恩·汉斯认为 谷歌的这一举动是可以理解的 人们更应该将批评的矛头对准美国政府 同时他也觉得美国政府暂时放宽 针对华为禁令的举措有些可笑 上个礼拜他们决定说华为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 结果短短几天后又说 美国企业还是可以继续和华为做生意的 我觉得这有点前后矛盾 因此我们需要从中美贸易战的整体高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这位网络安全问题专家指出 华为的产品到底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是否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这些问题都不是最重要的 美国政府现在是把华为当作了在贸易争端中对北京施压的手段 更有打压科技竞争对手的长期考量 克莱恩汉斯注意到 几周前美国国防部就5G技术发布了一份报告 明确指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网络安全或者间谍风险 而在于科技的主导权 克莱恩汉斯说 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美国在IT界的领先地位 而现在却有华为中兴这样的中国企业 在5G时代生产高度创新高竞争力的产品 挑战美国人的霸主地位 这个话题也被牵涉入了美中贸易战 华为也确实成为了美国的有效施压手段 毕竟中国的这一产业目前还高度依赖美国IT企业 以及美国半导体厂商 另一方面 美国试图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卡脖子的行为 也正在促使中国加快产业自主化进程 克莱恩汉斯认为 中国将会加大对本国IT产业的投资 希望今后能够拥有自主生产高性能处理器 存储芯片等产品的能力 业内专家估计 目前中国在某些半导体领域还落后两到三代 而现在美国政府的做法正在促使中国加速追赶 他还认为 美国政府的做法对全球整个IT产业都会造成冲击 而具体的影响程度取决于 白宫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放宽禁令 现在他们的做法是 先正式认定国家安全威胁 然后又发布临时许可 这可以说是一种止损措施 要是美国政府决心彻底计划矛盾 对华为实行长期禁运 那么受影响的就不只是手机等终端产品 我们必须注意到 华为是提供电信基础设施的厂商 同时也需要美国的科技 这意味着美国政府的决策将影响到全球 整个5G领域的后续发展都会受到伤害 连带损伤将会十分巨大 金河组织称 关税战导致中美经济放缓 请看报道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5月21日在美半年一次的报告中表示 如果美中两国不结束双方针锋相对的关税战 到2021和2022年两国经济增长可能会平均减少 0.2到0.3个百分点 报告表示 美中互征关税的贸易纠纷 已经抑制了全球的经济前景 由于贸易流动增长减半只有2.1% 全球经济增长今年只有3.2% 这将是2016年以来最低的经济增长速度 报告表示 不计最新一轮关税战的影响 该组织预测 美国经济增长将超过其他发展国家的经济 今年达到2.8% 比今年3月做出的2.6%的预测要高 而即便没有最新一轮征收关税 美国明年经济也将减缓到2.3% 不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中国 一直在谋求刺激其经济发展 不过经济增长预测将从今年的6.2%降低到明年的6.0% 这将是中国30年来经济增长最低的数字 全球投资者在密切观望北京将采取什么措施支撑经济增长 此前当局已经放宽货币政策减税 并且允许地方政府发行特别债券资助基础设施项目 百度深陷首页之困定力难保 请看报道 百度上周四公布了其2005年在纳斯达克上市以来的首个季度亏损 达4900万美元 该公司常年不盈利 类似于Netflix的视频子公司爱奇艺继续在内容上投入重金 而百度核心的搜索业务未能完全抵消爱奇艺亏损的影响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百度的广告收入同比仅增长了3% 而利润率下降 该公司预计不包括资产剥离在内 本季度整体收入增长仍然乏力 将同比增长1%至6% 百度令人失望的业绩表现 与另外两家中国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集团 和腾讯控股有限公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三家公司通常被人们相提并论 并统称为BAT 阿里巴巴和腾讯上周早些时候均公布了稳健的业绩 阿里巴巴电商业务收入同比增长51% 腾讯的游戏业务虽然仍旧疲软 但净利润依然增长了17% 华尔街日报称 百度将业绩不佳归咎于中国经济放缓 以及春节前在市场营销活动上的巨额支出 这些因素当然造成了一定影响 但百度的根本问题是其未能适应中国快速变化的互联网格局 中国互联网用户正逐渐跳过传统的搜索引擎 购物时直接在阿里巴巴的淘宝等移用应用上搜索内容 以及在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的今日头条 或腾讯的微信上搜索新闻 据市场研究公司Quest Mobile的统计 截至3月份 人们平均将6.9%的上网时间花在百度应用上 略低于去年的同期水平 花在字节跳动应用上的时间占比 从去年同期的8.2%上升至11.3% 因此在线广告收入正在流向字节跳动和腾讯 近几年百度在其移动应用中增加了一个新闻服务 试图提高其应用的粘性 这是朝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 但最近的业绩表明 百度必须更努力的寻找增长途径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 我是莫子谢谢您的收看 如何购买明镜周边商店产品呢 我们为您制作了这份视频指南 如果您对购买方式疑问 欢迎随时联系 明镜纽约小编推特号 atmjtveditorny 我们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